在国安与生花的中超联赛中,最后时刻才上场的维世豪却成为了焦点人物,然而这次并非因为他有闪光表现,而是因为打入了一记报社乌龙,维世豪的短路也散送了国安的号局,他们最终2比2被生花逼平。 错过了扩大领先优势的绝佳机会,越美广州日报,也揭开了维世豪乌龙的真相,指出他有一点硬伤导致样重大错,维世豪是今年来中超U23球员里的佼佼者,也凭借在中超的表现,得到了李皮的信任。 借此入选了国家队,在不少媒体和球迷看来,维世豪可能是未来国族的第一球星,他一确实具备了这样的实力,然而维世豪的发展轨迹,却并没有像大家想的那样直线上升。 在中超12阶段,他泄入到了一个尴尬的处境当中,越美广州日报就指出,正是因为维世豪如今在国安的处境,影响了他的心态,从而导致他的动作变形。 因而才造成了乌龙球,越美指出,由于詹希哲的付出和一二三门家郭全博的首发,维世豪如今在国安的出场时间大幅度减少,与生花的比赛也是在最后时刻才上场,这让他心态发生了变化。 同时,越美还表示,尽管维世豪受到了里皮的青睐,如果能在中超赛场进一步锻炼的话,有望成为未来国足头号球星。 但无论在上岗还是在国安,维世豪在媒体和球迷当中的口碑都一般,越美指出了维世豪的一大硬伤,那就是球迷和媒体普遍认为,他球风浮夸,而且球品不佳。 事实上昨天的比赛维世豪在打进乌龙球之后,还在最后时刻与生花球员发生了口角冲突,情绪激动的他甚至向对方竖起了手指。 尽管维世豪的潜力在中国年轻球员里数一数二,但如果不能改变自己浮夸的球风和提升自己的球品的话,恐怕这样的维世豪可难成大气。